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爱生活 在我国的东北 西北 华北和内蒙古等地 有一种野生动物之一 它因为呆蒙的外表傻乎乎的性格 戳中了网友们的蒙点 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傻袍子 不过袍是一种小型的鹿类 都说傻袍子是东北神兽 那么它到底有多傻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袍子这种动物实在是非常的不聪明 它们会对任何没有见过的事情好奇 如果有猎人朝其中一追开枪 它们不但不会跑 反而还会探过头来看个究竟 这要是其他的动物听到这个动静 早就撕散奔跑了 因为袍子比较傻 所以想要逮住它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虽然人类将它们猎杀成保护动物 但傻袍子们似乎依然对人类没有忌惮 真不知道它们是真的傻还是无所谓 不过袍子还是很可爱的 尤其是在受到惊吓时候 屁股上的一块白毛就会炸开 非常的好看 不少喜欢恶作剧的人会故意吓它们 就为了看它们那朵白毛开放 大家觉得跑子这种动物怎么样呢 是不是傻得可爱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